Google平均每天都要处理来自全世界80多亿次的搜索请求 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去充分地利用这个工具 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10个平时就可以用到的Google搜索技巧 帮助你更快地得到更加精准的搜索结果 提升工作和学习效率 我们在Google里搜索豆包 但是我现在想把搜索结果里 关于这个豆包AI相关的内容排除掉 那么就可以在关键词后面加上空格-AI 这样的话带AI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就会被排除掉了 如果这个页面里还有一些你不想看到的关键词 你就重复这个操作来进行排除 我们接下来搜索无线手机充电器 可以看到搜索结果里会有一些不包含这个完整关键词的网页 这时候我们给它前后加上双引号 这个双引号呢 注意要使用英文标点的符号 这样搜索的话 结果里出现的网页就全都是完整包含这个关键词了 这时候我们把手机替换成新号 然后搜索 你就会发现新号会被替换成各种不同的关键词 所以当你在不确定一个关键词里面 某一个部分要使用什么词的时候呢 就可以用这个新号来替换它 然后搜索 接下来我只想搜索淘宝上面的无线充电器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后面加上空格 site 冒号 淘宝.com 这样的话就只会显示淘宝网站上面的商品了 所以如果你想搜索的网站 它的搜索功能不是很好用的话 就可以利用这个方法来进行替代 然后我现在只想查找 最近三个月里新创建的网页的话 就可以点击这里的工具 时间自定义范围 设置一下时间 然后搜索就可以了 你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搜索最近15天内 YouTube上关于某个话题的视频 因为如果你想用YouTube自带的搜索引擎 去这样搜索的话 你就会发现 它这里是没有办法限制任意天数的 那一般情况下 我们在搜索关键词的时候 只要网页标题或者网页内容里 包含了你搜索的关键词 它就会在搜索结果页面里显示出来 但是如果你想紧搜索网页的标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关键词前面加上 All in title 冒号 然后回车搜索就可以了 或者如果你想要网页网址里 必须包含你搜索的关键词 那么就可以把这个title换成URL 然后搜索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搜索查阅一些 包含关键词的文档文件 那么就可以在关键词后面加上 file type冒号 然后加上你想要的文档扩展名 比如PDF 或者docx文档 我们在浏览网页的时候 如果不知道图片里的东西是什么 而且网页中也没有对它进行文字解释 这时候呢 如果你使用的是Chrome浏览器 你就可以在图片上点击右键 然后使用Google智能镜头搜索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通过和这张图片相关的网页 来对它进行更加详细的了解 Google除了可以用来搜索关键词 我们还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 简单的数学计算 那注意乘号可以使用新号来代替 然后除号可以用斜杠来代替 你也可以用它来进行各种的单位换算 也可以用来进行货币转换 也可以用来进行货币转换 在这里进行更加详细和精确的搜索 那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了 最近我还在频道里上传了和AI搜索引擎 还有Chrome浏览器相关的教学视频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这期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